歡迎引地無康人 登登登 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太強了 而且為什麼一開始用日文問候呢 因為開人最近也在學日文 沒有啦 我的朋友在學日文 對 朋友是 就是比較close的朋友在學日文 欸 啊 都 對 對 我覺得你就是充滿了熱情 因為我看你的每個戲幾乎都是不同 怎麼講呢 我應該算是你的粉絲 拿獎的附屠青年 謝謝大家 我昨天才在Netflix上面 看熱 對 上演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言 我就想說 光是剁雞 剁的那幾個目 我就先問一下 你是剁雞剁了多久 除了兩個禮拜 就去上班 真的去什麼 你在剁雞的時候 那個華人的阿嬤 在旁邊看著你剁雞 是會罵你的 因為你如果剁不好 真的會 剁過雞的人就知道 你剁不好骨頭碎掉 煮出來的料理 不好吃 不好吃 所以你要很俐落 而且你看喔 這個剁雞是一個 還有一個 手語 你那個手語不是正統的手語 那樣 的確不是真的 學了以後還要跟老師討論 我們如何把它變成生活化 大家在觀影的時候 比較有一種帶入感 但是我跟你講 我每次看到他 不是他是業配來 就是為了電影的宣傳 要不要看不到他的 他人就是消失了 你這麼一說好像 那時候我們也很客氣的講說 有沒有機會 康仁你是不是可以來拍一下 當然當然當然 當然當然 然後再也沒有 再也沒有出現過 你上次跟我說你不演了 結果後來跑去演 我有當然跑去演 你有演嗎 你有喔 你馬上我隔兩天一回家 我去演電影 炸團員 所以今天的康仁就是專程要來為了 這部戲來做宣傳 破浪男女 6月28日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破浪男女 他是在講一個 Serving 就是講這個 Serving是什麼樣 這個劇本 楊雅哲導演的這個劇本 很難用一個 一個完整的敘事 說一個故事 大概發生什麼事 只能說 這裡面有兩男兩女 對 然後他 想到Serving 衝浪 不是衝浪 不是嗎 但他們的確是在浪上沒錯 他們是在雲暈縱深當中 看似正常 各有各的職業 但其實 他們私底下的興趣 跟追求愛的方式 有點跟別人不太一樣 都是喜歡泡茶 酒精酒 嘿 差不多 泡茶 你泡我 我泡你 我泡你 泡來泡去 泡來泡去 嘿嘿嘿嘿 這樣講算不算是一個 情慾表白的事 我覺得情慾 在可能大家看預告 或是看到所謂的文字簡介 或是甚至是宣傳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被情慾吸引到 但其實我覺得 剝開情慾那個 那一層皮肉之後 你看到的反而是人物 所謂的純愛 到底純純的愛好 還是純粹的愛好 欸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純純跟純粹 這我不太懂 就是在戲裡面 因為我們 我說 純愛 純愛到底是什麼 這部戲都在討論 純愛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講純愛 我會以為用水純的愛 你急啊 放字幕不好意思 今天呢其實除了請你來以外 我們還請到這部戲的大討論 比方說寫觀音 寫觀音 對不對 我最早認識他是 前陣子的天橋上的模式戲 哦 他那個我覺得 是一種幻術 很厲害 而且讓我想起來 我當時在中華上場 你知道嗎 中華上場下去以後 要到西門町那個熱身戲院有沒有 後面還有 還有三個哦 樂樂 快樂 還有 還有一個什麼樂望 那個三個戲院是在從上來 你知道嗎 等一下你以為妳要商 spat 不是真的 沒有啦 沒有啦 歡迎贏贏這個導演 快哥好 初めてよろしく 麻煩你 今天終於見到導演的本尊了 因為其實我 我對導演非常驚訝 這個戲剛剛看到人 就跟我講說 他是一個男女 有時候的情慾 什麼純愛又什麼 那這個東西你是怎麼發想出來的 本來寫的東西比較簡單 本來想寫大家網路上手機都有的 約跑的行為這樣子 但是後來寫完一版之後呢 堅持不滿意 堅持覺得大家都可以寫 你要寫你就要寫一些內心深處 內心深處 所以你就先 本來是要說跑步嘛 後來踩三點 在裡面很多動作是很像三鐵人 有天上飛的 有地上爬的 都有 有水裡游的 我是說真的餐廳 在深水池裡面五公尺以下 然後找濕人 還沒有在講這片子以前 我就問你為什麼選這家餐廳 你也曾經吃了很多年 非常多年 幾乎每一出戲我主演的演員們 最後都會來這邊 後幹嘛 我們殺青的時候也 導演有請我們來吃吧 等一下你剛剛在還沒開機前 他原本在我們在聊演 因為他說他 曾經演過情侶戲 對啦 對啦 欸 你基金比我好 我確定你轉主持啦 我以前跟我們一位偉大的明星叫 陸明君老師 然後我演一個景觀 我只是去OA幾場戲而已 陸明君演我的情婦 那時候我就跟陸明君老師講說 等一下我們兩個一見面 因為我們要去開房間嘛 所以我們一進去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一個屁 我其實最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跟導演溝通 導演說這個不行 因為這是八點檔 因為畢竟電視劇是合家觀賞 合家觀賞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現在就 時代就比較進步了 你就會有一個 老師會介入說 你要抓屁股 那要怎麼抓 然後協調好 你掐他屁股 對 剛就應該有一個人擋下來說 那康倫 你哪一個點可以抓 屁股哪邊可以抓 攝影機哪個角度 抓下去 看起來有抓 但試試沒抓 很久耶 哇 這個好難 這個好難 我們所有的戲 看起來都是真的 這個太難了 這個太難了 這個也是這幾年國外才有 親密協調師 這個親密協調師 它是一個職位啊 對 而且現在滿專業的 來 我跟你講 事不宜時 我們談這些事情以前 先來吃雞吧 雞吧 先吃雞吧 先吃一個雞吧 嗯 我們邊吃邊聊了 這樣導演的戲 以前的戲到現在這個 這樣差別很大耶 你說從我以前 對 對對對 就是說 這個很跳你個人的tone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每個人可能會有一個style 我是 你怎麼又叮 叮一個 哇操到情緣 是你想很久了嗎 還是怎樣 大家都不認為 我是個商業導演 但其實我的腦袋很商業 我覺得 性這種東西在台灣的電影裡面 已經好久好久沒有人拍 亞洲應該現在只有台灣 最適合拍這個劇本裡面的東西 剛剛講說露什麼露什麼 即便韓國日本都拍不到 露什麼露什麼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的那個軟性電影啊 很多大明星眼 然後女生什麼都三點全露 可是你從來都不會看到 大明星男生露 因為露出來不好看嘛 呃 男生就會被指指點點嘛 他這樣說 抽起來說 欸我沒有在吃花生耶 哈哈哈哈 你在幹什麼 啊你 吃雞肉說這個都不會嫁到 都不會嫁到 不用怕 因為我骨頭跟你肉 我骨肉分明啦 嗯嗯 都可以包頭刀 沒條啊 單就一個電影來講 他不可能就只有情願的批分 也不可能嘛 嗯 他總有一些意涵是什麼 我想要講 姓可以帶你到哪裡去 為什麼 做完了人還是 姓可以帶你到警察局 哈哈哈哈 那是另外一種 對 姓可以帶你到很遠的地方去啊 在那個 那短短的幾分鐘 可以帶你到很遠的地方去 然後你又回到這個現實裡面 所以你會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因為這樣講 從情願的層面 最後他一定會是有 講到哲學 因為電影就是一個哲學的表象 哲學根本是誰 信帶你到很遠的地方 也會帶你看到你自己心裡面的那個洞 四個主角最後就看到自己 過不去的那一卡 但是 最後過了 分かりましたね 嗯 畫面非常美 他剛剛形容在水下 砸那個 說是兩個字 但你看到畫面的時候 是會有一種 好像在曾經做夢夢過的一個 只有在夢中才會出現的畫面 那個是幻想戲嗎 不是 他是一個海王 他到處撈美人魚 他撈到一個美人魚 是一個女警 然後這個女警就做夢 夢到很色的夢 就是很多人在水裡面怎麼樣 他就夢移了 整個故事從一個女生 巡查 為什麼他夢移的起點開始 蛋來了 欸 豆腐咧 你的瞬間 我跟你講我們就是這樣 瞬間就這樣 這是蛋嗎 我幫大家分一下 欸 剛剛那個臭豆腐瞬間就消失了 瞬間就消失了 這個蛋好 就只是沖蛋了 不拉魚蛋 不拉魚 而且他一臉都不寫 嗯 就是厲害的 應該說這家店他 他烹調的東西很簡單 要不清蒸 要不延烤 然後因為他的海產非常非常新鮮的 真的是龜山島那邊附近海域撈起來 對啊 那如果導演這部片如果拍第二集的話 你可以找邰哥嗎 我 你看喔 大家頓爹有一秒 他就是不會找 真的不會找 不會 我會找你演別的 我真的覺得抗人上次來 一直叫你演戲是誰 對的 韓國片裡面 胖胖的 然後五十幾歲的大叔 演到變演戲 台灣就是沒有這種 台灣的人包袱 製作單位包袱還是什麼 應該要找你去演戲 他說他走太多次 他會累 他不想要帶他 就是 他不會 他動作很快 可是我知道他怎麼治你這一次 嗯 突然喔 我們寫一個 就是會有一種 freestyle的感覺 我們的起點在哪裡 終點在哪裡 全靠他的人生經驗 嗯 你剛剛講那個 會包養小三的警察 你實在太適合了 我 不是警察 是包養小三啦 沒有 吃到爆炸 他這個東西 是附近的酒店 會叫外賣 直接送過去的 這個東西沒有比 沒有 沒有一家比他好吃 就很愛人 你要 距離機喔 搬太遠了 邰哥我 我接這部戲的時候 我還沒看劇本就答應 因為導演的名氣啊 只是希望在 演員三角當中 跟他合作過一次 真的很厲害 他有點傻 半月就發簡訊 看到劇本就有點 喔 我還行裡面還在想說 他會不會不願意 對 他這個人就怎麼樣 戲子要好 他就受不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 他導演有覺得說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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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台資源可以喔 可以喔 如果這樣講 我們只能算是一個普通的演員 他們才叫做票房 什麼叫做票房 票房就是說 我會買票 進去這個房間去看的 那叫票房 你知道意思嗎 可是台資源等於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 一樣可以賣啊 不是 宋存憲啦 宋存憲 宋存憲 那我其實有 回到電影想問是說 導演在選角方面 會依照比如說 現在看了那個 可能答應之後 那你慢慢去搭配誰 會誰這樣 因為導演自己有一個 叫 在選女角上的時候 是不是 特別會多一點心思這樣 其實我製造出來的影藝也蠻多的 高潔也成立 高潔老師 我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 寫劇本的時候 然後一邊看演員 比如說 好 康仁有這個意願 我就會開始 劇本裡面的人 開始為了他變性 然後我讓 最有魅力的地方 給大家看 但是又比你原來 呈現得 再加個難度 再加個百分之二十 讓你做 超出你的能力範圍外的戲 有點陰沉的失效 所以男的女的演員 這一次比較特別 大概是這樣做 所以導演你本身是 是學電影出生的嗎 我本來是 法文系後來 轉到大眾傳播系 但是我有參加那個 話劇社 然後那個話劇社老師 是個那個 政戰學校的 話劇社老師 非常兇 演戲演一演 演不好 那燈光很強嘛 然後老師就坐在黑暗處 煙灰剛先上來 茶杯再上來 然後你台詞還不能停 你要繼續演 然後他在停下罵 你演什麼東西啊 然後最後 連他的茶雞都丟上來 可是你在那邊學什麼 是表演嗎 還是 就本來想說 好像演戲很好玩 然後結果去了一次之後 老師就說 你以後 你就是在後面搬道具就好 你不要再演 我就變導演 就變導演組了 光源去古外 我小時候不敢吃 長大很敢 這家的菜真的是好好的 就是很簡單 所以我點的菜 結果都有合理 是不是胃口先對一半 那演員之物 應該也滿靜的是不是 對啊 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每次看到一個戲 很過癮的時候 其實我會融入 我很喜歡 我很開心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做不到 比方說我看到這場戲 很厲害 傻醬推荒 上油 真是太屌了 我在想 他們怎麼拍的 的那個過程 我就不想去了 我想到這個我就 就開始想說 我要好好的主持節目 那像那個劇狀不是有那個 甜角那個戲 你有克服還是說 你就直接 順水推之後 抓起來就開始吃了 略懂啊 本身也懂得欣賞 應該說 邰哥如果說 今天就真的是演員 要演一個愛角的人 然後你敢演接吻戲對不對 但你敢不敢演甜角 其實我都不敢 我覺得我就是唬爛的 不是 唬爛的 真的我不敢 真的不敢 所以我就說他很厲害的是 一般演員 接吻什麼都沒問題 但我出了一個難題說 叫他 甜角 他真的 二話不說 我有點嚇到 要是要我去甜角 我就會想 這個角有沒有乾淨 角有沒有漂亮 有沒有死皮 之類的 我想到這麼複雜 他就很敬業 不是我想要做 我覺得他們這幾個 剪刀鐵枝 四個演員 就是都是S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這次演戲 好像回到我 年輕時候的那種 剛入行的 剛入行我自己 就期許自己可以 演一輩子的文藝片 或是演一輩子的 藝術片演員這樣 那所以不會對於裸露 真的是太摘 而是因為入行之後開始去 反正電影演不到 文藝片演不到 你開始演一些偶像 你開始走到了主流市場 慢慢把我推著推著 到現在這個樣子 並不是說我 這些所謂的人設 跟所謂正面的形象 是我努力之後得到的成果 反而接了這部戲 是一種 又是一種重新打開的感覺 年輕跟演員的差距 這個作品是他的 我們是其中的演員 做好演員作品裡面 作品也是你 好好 那也是我的 但是喔 其實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每個人 不可能都用自己真實的經驗 在演戲 但是我很希望 他這個海王的角色 就是西門慶 可是西門慶的心裡面 也住著一個賈寶玉 唉唷 哇這個 很噁心耶 真的 比如說西門慶 你知道嗎 還賈寶玉 你是 不能說出來啦 隱晦 我只是導演 威力很好 你知道嗎 對啊重點講起碼會有一點 你西門慶還賈寶玉 一人分飾兩角都好會坦 他這樣子的一個設定的一個角色 這個衝突性 他本身就很高了你知道嗎 他這樣子糾結 要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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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到重點 不會... 對 你是不會... 那導演像 如果大家看完這個波羅來的 他最後的心境會怎麼樣 會有什麼樣的心情 你覺得 我先說我看完 我看完有點難 大家看第二次的時候 這電影有點苦苦啊 對 我在苦...我苦惱了 我苦惱了 我因為這四個角色的處境而有點難過 啊 這樣子講 反正是人...人生嘛 你不管什麼東西都比不開男女的期待 所以呢 有機會的話 我們這個不是說 我們今天是吃花枝的戲號 或是嗎 我們一定要去看一下 波羅來的 6月28號 在大中天阿佑 在大陰幕 大陰... 大陰幕全見 那很多 比方說來台灣學中文的 很多的外國學生 也要去看一下 在那邊很好學中文 因為你會覺得中文很簡單 阿... 伊... 哦úú... 這樣 而且是 ASMR在你的耳朵旁邊 A54 謝謝導演 謝謝邰哥 也謝謝 box 希望 破讓男人 破出好成績 謝謝 說得好 謝謝 也不用說啦 先來個基本盤 先破個兩億 台字元的心中有什麼 我要想辦法找出來 比如說你剛剛舉例那個 楊小三的黑警 你說那個黑警好像就是不在乎 看到女人就只是要 小三如果可以在一起 一段時間的話 那表示這個警察 跟小三之間有什麼 但是這個警察 在假裝他不在意 對 四項子 但我就要拍出 他為什麼 假裝不在意 然後 也是有真心的 喔 他要拍反的東西 這種就好看了 來不來 那紙巾 紙拿來直接簽約畫這樣 我們紙準備好了 他真的很認真 他忙把白紙 紙跟筆 如果我這個年紀都快六十歲了 還有導演願意叫我去演海王 這個面子是太大了 真的簽了 啊 好帥啊 來 簽了 你代表現在簽了 等一下等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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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